为了降低劳工居住的压力 劳工局再次释出便宜的劳工住宅 原先的住户听了表示不满 感觉这样根本就是破坏行情 因为这栋复兴西边国宅 就位在山多商圈旁 走出小巷马上就可以看到许多的店家 临近商圈 交通又便利 附近随便找几间套房都没有这种佛心价 但这里每个月只要3500 就觉得也蛮舒适的 租金的话是比外面还要便宜 小家庭一起住就这样就蛮够了 3500来说可以 做生活机能了 不关键 我们最好 我会告诉你 后一万的 后八千的 后七千五的 老顶 老顿这一万 我没说要半走 三千五的租金 真心很便宜 美户释出之前 劳工局都会整理翻新 确保新住户可以安全无余使用 今年再次释出 复兴西区和前锋东区总共25户 给予劳工家庭申请 每户坪数达到28坪 商房两厅 申请人制额需要年满20岁 并且涉及在高雄满6个月 家庭成员需要3人以上不可以有自宅 申请期限到1月31号指 2月底抽签 为协助减轻劳工居住的经济负担 劳工局经管了174户的劳工住宅 来提供劳工朋友租赁居住 那今年我们释出了空户有25间 分别位于三多商圈附近14户 类为艺术中心附近有11户 每户约28坪 每月租金是3500元 最常可租赁8年 我们欢迎连满20岁 涉及本市满6个月 并符合相关条件的劳工朋友 在1月31号以前递件申请 那本局将在2月底来办理公开抽签 体恤劳工朋友 市府释出部分劳工住宅 让辛苦的劳工们也能够在这个 房价总年上升的环境 也有机会可以住在好的地点 记者苏安君 科学报导